芝加哥大学一面环灭西根湖三面环城 而这三面很不凑巧 都是黑帮势力的地盘 电影《夺宝骑兵》的灵感就源自于这里 这根黑柱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汉姆拉比法典 第一第二的样子吧 我们才是第一 我们才是第一 哈喽大家好 终于在夜幕降临之际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封城 晚上贼了 据说这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新生 她叫Laurie 你可能不认识她 但是你肯定认识她老爸 她老爸不姓王 姓盖茨 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 从哈佛错学的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 那么我们就非常好奇 她为什么不去那些藤校 或者是其他的名校 而选择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访一下这所大学 Figure it out Let's go 历经五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从阳光明灭的安纳堡 感到了寒风涩涩的芝加哥 这一期探校小分队加入了新成员 就是我们的美国通 面歇根大学的株林同学 而在芝加哥大学迎接我们的 则是她的好朋友 同样是社工专业的飞飞 在搞清楚比尔盖茨的公子 为何选择芝加哥大学之前 让我们先体验一下 由Chicago周末的经典去处 一起喝一杯 酒吧在美国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 吃酒吧费比酒吧 虽然名称叫the pub 但并不是醉生梦死 有DJ懂事大师的夜店 而更像是一个聊天休闲的场所 尤其是寒冷的芝加哥 入夜后并没有太多的去处 很多同学教授下班后都会来这喝一杯 打一句台球 聊聊体育和生活 当然还有学术 忙 这个词应该会被选为芝加哥大学的口头禅之一 芝加哥大学采用的是quarter字 一年分为春冬秋三个学期 每学期两个半月左右 基本从第二周就开始疯狂感对我和考试 节奏和压力都非常大 而且知大给分之言 堪称全美第一 GPA拿三分 甚至二点几分都很正常 同学形容这里的生活是 Where all the fun comes to die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当然能进入全美Top3的芝加哥大学 没有一个人是等线之辈 这种高雅 才能让学霸们感到兴奋 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教育界 一直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存在 对于Rory盖茨来说 什么名校高分赚钱找工作 并不是他人生需要考虑的事情 或许这种纯粹的学习 才是芝加哥大学吸引他的地方 提到芝加哥 黑帮这件事情 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 芝加哥大学一面环灭歇根湖 三面环城 而这三面很不凑巧 都是黑帮势力的地盘 然而之前我们特别查了犯罪地图 尽量不通过不安全的街区 进入校园之后 满目的报警灯 就成为了迎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这个是报警器 就是如果你在学校走的时候 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立马按这个无尊按钮 然后学校的警察 或者是芝加哥的警察 会在五秒钟之内 接到你的警报 然后会赶到现场来报警 基本上这样的报警处 隔几十米就会有一个 然后每个路口 是非常危险的 刚刚问了这边的安防 虽然是保安 不是PD 但是问他能不能接受采访 他说不行 我们猜测可能除了 上班期间不好接受采访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怕接受采访的时候 因为太过于专注 旁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被忽略掉 真正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 才发现安全 并不是学生需要担心的事 学校已经想到了 一切能保护学生的方式 而所谓的黑帮街区 实际上也被三个城市公园所隔开 奥巴马退休之后 就住在这里的海德公园 其实多年下来 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 默认的社会秩序 无论大学所在之地的犯罪率高低与否 校园内部一定是独善其身 连盖茨和奥巴马 都不担心安全问题 我们有啥可怕的 对吧 大家都听说过 哈佛凌晨四点的图书馆吧 但其实那个是不存在的 因为哈佛大学 其实很多图书馆 到了比较晚的时候就会关闭 但是芝加哥大学 这个是真的 不过呢 虽然你现在看了是没人 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学 但是隔了一周之后 这里面就人满为患 他们其实每天都会学习到深夜 因为这里大部分图书馆 全部都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 相信我们 这么真实的节目 是不会骗你们的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就先探访到这儿 明天早上继续带大家去探访 芝加哥大学 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进到这里 但是今天白天她开门了 但是呢 私立大学图书馆进去 都要刷卡的 那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排面的 菲菲 她就是这个 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 今天呢她会刷卡 带我们进入这个图书馆里面 参观一波 Let's go 我暑假的时候 就在这个图书馆打工 然后一般都负责 收集同学 还回了书馆 然后再把它放回书架上 五楼就是全部都是中文 日本和韩文的书籍 很多中文书 在国内都很少可以看得到 所以同学们经常会借一些中文书 做研究之类的 然后落书的时候还看过 有同学借了郭敬林韩韩的书 我们不仅仅是把书放到书架上 我们也会接受很多关于信息检索的培训 所以这个对我以后做研究 寻找各种研究信息也很有帮助 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图书馆打工 在大洋彼岸看到如此庞大的中文长书量 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冲击 比如我们看到某个书架 一面是从918事件开始 中国各党各军的抗日实录和军事著作 而另一边则赫然摆着日方历年的 仿务白皮书和战争资料 书架的反面呢 也摆满了亚洲其他国家 对这场战争的技术 我不知道这样的图书馆在国内多不多 但如此完善的日方和第三国史料 应该是不多见 学校这样的图书馆有六个 书籍和资料总和早已破译 这就是上亿专家和大师 在无声地指导着我们啊 除了图书馆 博物馆也同样给予我们震撼 电影《夺宝奇兵》的灵感 就源自于这里 芝加哥大学 东方博物馆 这根黑柱子 就是鼎鼎大名的汉姆拉比法典的复制品 别觉得仿真品不算啥 越往里走 宝贝越多 这个巨大的人面兽身像 是两河文明亚述文化的镇国之宝 这个呢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埃及法老图坦卡门像 活生生死透透的木乃伊 大大小小一应俱全 不愧为考古历史人类学 都是全球顶尖的芝加哥大学 其实美国许多名校都有世界级的博物馆 很多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溃宝 就在校园里 在资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我们真切体验到了高晓松 当时在哈佛看到完整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心情了 欣喜若狂 百感交集 怎么咱们国家的东西 要到外国才看得到呢 历史的事 咱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特别想和留学生交代一句 到了国外 多去图书馆 博物馆看一看 那里有很多学者 一辈子都难得一见的珍宝 就活生生地在你眼前 无人打扰 任君揽月 学习之余 能把一件事搞明白了 回来就是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 你的学生卡 就是一把价值连城的金钥匙 这也是留学生 一向不为人知的特权吧 芝加哥大学建校百年 其实在美国众多名校之中 并不算历史悠久 反而很多教育方式和研究理念都很新鲜 很多人听说过芝加哥学派 其实我们也为如何准确用易懂的解释 芝加哥学派感到苦恼 不过这个食堂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 芝加哥学派包括经济 社会 传播 数学分析 气象 建筑等等 看到食堂顶部行架和玻璃天窗了吧 这种食堂就有着芝加哥建筑学派的影子 芝加哥最著名的城市形象 是零次致比的摩天大楼 1871年的一场大火 让木建筑为主的芝加哥毁于一旦 但也给了芝加哥大学的建筑师们 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这些高楼大厦大多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却毫不过时 这是因为芝加哥 就是当今城市高楼设计的宗师 全球大部分摩天大楼 都是源于芝加哥建筑学派 最典型的特点 就是钢架结构和巨大的玻璃外墙 可能现在看没什么 但是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 从没有人用钢铁和玻璃搭出过房子 这一搭就是十层以上的巨波 而且不只是外观变了 很多设计理念建筑工艺 都是前无古人的 这就是开宗立派的芝加哥建筑学 大胆和创新的地方 这个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工学院 平时上课都在这里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图书馆 昨天说你们学院 那个专业排全美第几来的 大概第一第二的样子吧 我们才是第一 我们才是第一 芝加哥大学和灭歇根大学的社工专业排名博种之间 和洛里盖茨选择的社会学呢 也有所交集 身上都有着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子 今天就让飞飞和竹林battle一下 也看看同样的专业在不同学校都是怎么教的 咱们的话就是先封为两个大区 一个是宏观一个微观 然后之后呢 从一些你做的是人力资源啊 还是政策啊这方面 把你细分出去 然后我们的课程的话 就是你如果选定了哪一个 基本上你的选课就已经固定了 我们学校大概只会分两个大的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临床 一个是政策 或者是你可以叫做管理方面 然后不管你是选择哪一个方向 你在这两块区域里面的课程都要有选择 课程设置比较自由 有很多可以自选的课 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学什么 Round 2 因为芝加哥一些关于犯罪的社会问题比较多 所以在芝加哥很多社科学院里面 对犯罪的研究比较多 然后而且专门的变成了一个芝加哥学派 因为我是对儿童的心理健康 和一些disability相关的问题比较感兴趣 然后因为整个伊利诺伊州 对这块的投资是在整个美国里面都算比较少的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所以社工学院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 对相对我们那边的话 因为安达宝相对更安全一点 然后一般社会问题大家会去底特律那边研究 因为我是学宏观的 我们大部分的方法是如何去提高生活福利 或者是儿童福利这一方面来讲 一般都是如何提高福利 知大的校徽是一只凤凰 所以也被戏称是野鸡大学 我们前面提到过芝加哥大火 这场火是灾难 但也是芝加哥和芝加哥大学的涅槃 无论是建筑社会还是经济 都在这群全美最优秀的学者指导下 欲火重生 诞生了无数影响世界的心理念 也让颠覆和继承传统高等教育理念的芝加哥大学 拥有了如今的辉煌 这里一边是浩瀚的灭蝎根湖 一边是重建后的芝加哥城 半边海水半边火焰的碰撞 诞生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最特别的一颗民族